哈喽大家好我是奥伟 那么我们就说在前几天大概是11月2日的时候有一位粉丝 啊找到我们说他在我这边下了一台12分吗1256白色全新的 他做5800啊但是没有发货 但是我们确实是没有收到他的一个 啊那个转账的一个交易 那么这件事情啊他后面又说是我们收的但是确定 不是我们收的 然后他转给那个卡号是姓王的不是我们的 然后是一个那个由衷的卡 然后截图下来是5800 然后他是怎么认识这个人的呢他说是在同条评论区上面认识的 但是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 那么他当时就说强制要我们 负责任然后把那个钱退给他 他说如果不行他要打印这个 啊海报来贴到我们这个地方 啊大家看一下 但是知道这个问题之后我我们也就是说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肯定 啊一定要 要一种法力手段来解决那么我们在第2天 啊就到当地的一个地方去报警 啊报警之后也让警察 啊 贝了案 贝了案 我所有事情我就发给这个人看了我是直接 这样子报了 啊我是直接报案 然后所有视频 啊我们是 发了发了给他 但是他就没有回复我 啊他就没有回信息了他一个信息都没回了 那么通过这件事情呢我想告诉大家就说遇到这种事情一定要用法力的手段来解决 啊报警 然后让警察来处理 啊看他怎么处理啊 千万不要就说因为害怕然后直接 啊把那个款 转回给他因为这样子啊你就会损失我现在有点怀疑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诈骗的我有点怀疑 所以你看他现在都不敢回我们信息了所以大家在意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冷静 啊要冷静不要害怕因为不是转到你名下的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去处理啊不要紧张啊 依靠啊法律的手段来 维权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那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